创投金融圈有个90后 名叫孙宇晨 拍下的巴菲特午宴 却又阴病爽约 他到底有哪些营销套路 我先拍两个亿 你三个亿 你四个亿 咱们仨都是一起分钱的 只有那找那五个亿接盘的 OIO过的亚金真的全退了吗 我的真的还在排队呢 孙宇晨能帮我们退一下吗 你要钱出得多 你跟他往头吃个饭都没问题 我这个 本地特朗普都同意 都说好点赞 都可以 别说巴菲特了 说白了就是 他这个结局的话 其实就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图有表面 没有内阁 国内创投圈还有哪些故事 请收看本期东边西边 我订队一样的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 他的是 他的教育 他这个教育 他的这个兴趣 他那个教育 他那个兴趣 他那是 我那是 我那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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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投金融圈有个90后 这个90后他说 他非常的博焰球 他就叫孙宇晨 他这个人真的是太多的 这个花样的营销的方式 都有哪些 这个人90后 这个材质 百八毕业等一系列的 什么国外流血的一个材质 他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懂的 这种 第二个 他的这个资产 非常大 一度几百亿 所谓的几百亿 这个资产 那么这个 这个是有钱 第三个 90后 很年轻 第四个不是靠老爸老妈的 对吧 不是说老爸老妈有钱 我给那的富二代多了 对吧 富三代多了 这个就收回你的 这个是新锐的 而且他还牵扯到 这个比特币区块链 就是一个新兴的 一个集中体系 对 所以说这几个 本身就是一个焦点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 国民老公 王思聪 阿甲 每一个发一个消息 就如何如何 大家关注 因为毕竟大家年轻 对这个 有钱的 这种成功的 这种精英阶层的 这些人 特别是没有家庭背景 或者什么这种的 就是总体上 还是这个 不要关注的 他不营销也可以 是吧 已经是这一年球了 他非常善于做营销 我们就看到他标签 我们就分析他这个 我专门是上他的微博 看他三个标签 我们来一个个分析一下 第一个就是北大学霸 跟你一样 是吧 那么我也是北大的 我是北大电子系的 然后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词 北大学霸这两个词 必须得拆开 为什么呢 第一呢 他是北大毕业生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他是不是学霸 我们要看一下 他当时怎么去进的北大 他这个词 当时的话 他是那个 他写了很多 当时研究了很多心肝前作文 然后也写了很多篇 这个心肝前作文 去投稿 然后只有一篇拿了这个一灯奖 借此加分来进了北大 所以他是这样进的北大 这样北大这么进来的 第二个呢 他就学霸怎么来理解 他呢 相对于他这个普通的高中同学 或者普通人的话 是个学霸 但他在北大能不能算学霸 他不能算的 因为很多在北大的话 高考状元 都不敢自成学霸的 我本科四年 拿了工学 管理学 经济学 三个学位 我在北大学不敢成学霸 也就是说 他这个北大 他是一个北大毕业生 他不是北大的学霸 他写的叫 北大学霸 学霸 本身这个学霸 你还是可以说你 你自己不能吹 不能这么说 而且你这个 而且你学霸这个词 说实话 你的相对而言 你相对而言 对 对吧 相对而言 北大应该算是全是学霸 对啊 才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 只能人家说你 这个人可能是北大的高材生 或者是学霸 或什么 你不能自己说 是的 对吧 你可以讲 你在北大获得了什么奖 或者是什么获得者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讲这个名头 对 如果自己打出这个 本身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本身 这个认知方面有问题 对 还有第二个标签是什么 马云门徒 对 那他这个门徒怎么来的呢 这个是因为他当时参加了 那个伙伴大学第一期 然后呢 说白了就是参加了 马云的一个培训班 然后就是马云的门徒 那我还上过新东方的培训课呢 那我算不算余敏红的门徒 这个逻辑上不成立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 真正的马云门徒是什么 他应该是有这个阿里 这个价值观体系的这个阿里人 孙玉成满足吗 他只是上过一个 这门徒也都是 短期的门徒 门徒得谁说呢 得马云说 马云说 这是我的门徒 或者这是我的这个小师弟 怎么样 怎么样他得说出来 是的 对不对 你马云门徒 后来我记得阿里是辟谣了吧 阿里成亲了 以及那个阿里的话 就是阿里的师兄说 已经跟孙玉成正式发过寒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 你不能再以马云门徒这个身份来营销 对对 实际上不是嘛 不是嘛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标签 可能自己贴上去了 别人可能不太认了 但是呢 有一部分人就直接来了 但是呢 我看到还有一些正义的动作 比如说这个赵宇 孙玉成也是给他提供了 一千万的资金 也是非常好的啦 另外还有就是我个人关注到的 就是这个OFO OFO这个扫码 这个汽车 如果是你丢了这个押金 就很可惜了 没事 有孙玉成的帮忙 他还可以把这个押金推还给你了 有一些好事情了 但是呢 也有人说他是为了赚钱无节操 没有底线 这种说法了 这个从哪来 做营销的 不可能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以这个无底线的做法 他肯定要包装一下嘛 是的 这个包装 营销要包装 包装肯定很多人包装 要慈善 要捐款 要去搞爱心 要什么做义工 甚至搞捡几个垃圾 什么到哪里 甚至帮助一些失去儿童 这些做法对不对 没有问题 这些做法我觉得 从这个你只要做了 就是好事 但是做这些的初衷是什么 你比如说我们讲慈善 我们讲做很多的帮助 你首先发生的内心 第二 第一调 你看很多的捐款都是不支撑的 人家捐了 人家不捐了 人家不说这事 这才叫真正的领会爱心的精髓 是的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热点营销 它就是要蹭热点 对 你看OFO这个你要退压金对不对 你退 你说这个宣称退 那是因为你要蹭FO这个热点 对 然后他需要自己出名 对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想问一下 你OFO的压金真的全退了吗 我的现在还在排队呢 对 所以能帮我们退一下吗 还有一个标签就是这个 90后创业代表 刚才你说的就是90后的创业者 我们承认了 90后创业代表 他是不是可以代表着 其他的90后的创业者呢 大分90后能出来呢 我们看到很多是靠父母 对 因为现在很多 很多舒服的家庭 舒服的家庭 你比如说这个父母 因为现在这个 我们讲到阶层的 逐渐的有固化的具象 那么你这个 你像你家庭必须要有 各种培训班 中产阶层都有 上学的培训班 对 你才有机会能上个名校 那富人的阶层就不用说了 那么有钱 能够让小孩能够 有更好的教育 有更好的教育出来 才能够更好的工作 对吧 有更好的薪水 对吧 所以现在 你像寒门出柜子 那么现在90后 其实我们也希望 有一些这种什么的 这种形象的人物 就说他不是一个 老爸老妈给的钱 靠自己打拼 但也不是说那种特殊 我是个农村的孩子 我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一个很有钱的 那这个也很少 对吧 我们讲特例 不代表这个广泛案例 作为90后的 这个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你首先要看几个要素 第一 你是不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第二 你这个 你做从事的行业 是不是现在是最好的行业 最招扬的行业 我们讲到 第三个 你的价值观体系 包括你的道德的体系 如何 我觉得这三个要完全具备 也不能说少一个 这个90后创业代表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标 比如说成为 他是1983年 出生在江西上时候的 一个普通家庭 张一鸣是1983年 出生在福建龙岩的 一个普通社会家庭 然后再看 他们在成为是2004年 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 2005年进入阿里 然后张一鸣是2005年南开毕业 然后开始联系创业 跟着别人去创业 然后说白了也相当跟成为差不多 然后开始历练 然后经过 都是经过8年历练以后 在2012年 29岁的时候 滴滴创立了第一大车 同样是在2012年 然后在张一鸣29岁的时候 创立了这个字节跳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间他们有一个 八年的磨砺和成年期 也就是说 他们虽然灰剑只有一次 但他们磨砺磨了八年 那么同样的东西 我们如果做对标的话 比如说29岁的时候 开始创业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倒退一下 今年是2019年 往前是1990年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90后创业代表 刚好是开始 还在这个磨砺期 也就是他们 不应该这么早创业 对 还这个真正的90后创业代表 我相信可能现在是 屏幕前的观众 他们现在可能还在 摸爬滚打期 还在摸剑 那么相信以后 十年以后 真正的90后创业代表 会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非常乐意 去讲你们的故事 是不是年龄 稍微大一点的 创业的这些人 成功率比较高呢 你觉得 主要就是他们 必须得要有一个沉淀 其实你发现 现在90后创业也好 创业者 不管是孙女成也好 还是马家家也好 他们真的没有经过 像滴滴的成为 还有像张一鸣一样 有一个八年的沉淀期 你不能够安心 十年某一见 你就不可能 一见成名天下之 那是不是有一些 别的90后的创业者 就是现在也在创业 也是这么年轻的时候呢 然后呢 就是可能 受欢迎程度更高一点 或者是 就是被尊重了更多 受欢迎程度 这个 一时的受欢迎程度 和你长期能走的路线 是两件事情 我们80后那一年 还有过四大天王呢 创业的 对 但现在来讲 谁还能够说出 这四大天王名字 我们实际地成为 还有那个张一鸣了 对 只会运用营销手段 来获利的孙女成 为何还能受到 投资界的青睐 在这个流量盛行的时代 有流量就意味着有价值 这是孙女成出众的原因吗 靠流量吃饭 是否能走得长远 请继续收看 投资人青睐 首先我们要对 投资人做个分类 对 这一点很重要 是 而我们把它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专业投资人 比如我们这个 红山的这个沈丹鹏 那比如红太的 像余敏红 软银的孙正义 创新工厂的这个李开复 比如IDT的熊小哥 金沙江的这个朱小虎 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 这个专业投资人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专业投资人投孙玉成了吗 没有 说明什么 孙玉成并不是 没有受到专业投资人的一个青睐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二个分类 第二个分类我们称之为 散户投资人 别名 韭菜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只有这个 非专业投资人的话 这些散户的话 他们就说 这个 我需要能够像孙玉成一样 这个一夜暴富 我能够实现自己的早日的阶层怀人 那不就只能是小户吗 就是三散的那种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说他们是会游资 这种游资的话 这个时候开始投他 然后呢 希望借此的话 能够这个一夜暴富 但问题是 这里面成功呢 只是极少数的 也就是说 可能只是千里挑一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 只有这个一人活一的话 那么一人一夜暴富了 那剩下这个999个人 那可能就是这个 轻下荡产了 那这样的话 你要看到其中的必然性 那这种结果的话 就必然会导致 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群体的话 这个出现问题 那这样的就是什么 这样会引发 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说呢 从严格来讲的话 孙玉成的话 只是受到游资 甚至一些散户的一个追捧 他并没有受到 专业投资的一个关注 现在是这样 孙玉成他这个币圈来讲到的 这个币圈本身就挺复杂 币圈确实是爆了很多雷 包括我们现在 衍生的一些金融的衍生产品 像P2P 都爆了很多雷 那么这个中国老百姓 就喜欢这种夜暴富 夜暴富呢 就是早日实现财务自由 马上就可以这个 闭脸睛赚大钱 成功钱 他这种就是 他这种农耕民族的 古老的特性 他有一些他的缺点 就体现出来 所以说一旦有这种暴富的神话 就有点像传销一样 你这个一投一百块钱 可以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回报 那这个东西说实话 不是百分之十的回报 是百分之一千 甚至两千的回报 那大家就被这个神话 冲昏了头脑 我们讲到了 谁都希望能够 一夜之间 能够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讲到 这个到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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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谁投资它 他这个币圈如何发展 他这个 他自己这块币呢 发展起来 我觉得也有币圈 大佬们之间 也会 也会给他 里面 有没有这些 做装啊 这种东西 大家互相吵起来啊 这是很难讲 对吧 互相 我们就像以前 我们讲到这个拍卖的古董 其实就我们三个人 我先派两个亿 你三个亿 你四个亿 我就开始信这个两亿 其实咱们仨都是一起分钱的 最后那找那五个亿接盘的 是的 对 就那五个亿 你接了 其实我这值多少钱 咱们仨人赶紧 我咱们仨把它调起来 这东西都是一个局 搞不好就是一局 那老百姓呢 那我们讲的韭菜呢 就拼了 只要它是简单的 想问题的 说实话这个方面 这个智慧程度肯定不高的 高的话也不 都明白 是吧 我们前央行行长 那个周小川说了 只要这个理财产品 超过10%收益的 基本上都可以认定是骗子 他都能这么讲 就是就告你 这个你不可能有一页报复 这种东西 说实话 要有了 别人早有了 怎么轮到你老百姓 对吧 你就别想那事了 应该是钱都可以这样 这样赚来的话 钱就是不值钱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 本身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 币圈的行业 就是有很大风险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武燕是推迟的 到时候跟投资教父 这个巴菲特见面 他是想说服巴菲特来支持这个 虚拟币的这个币圈的这个市场 有没有可能让他改观 巴菲特是个什么 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然后他只按照自己价值观去投资 就好比说微软 他跟那个比尔盖茨 是很好的朋友 但他就是不投微软 这是一点 他就不投这一方面 也就是这个 数字货币的话 更不可能 所以那个孙宇纯的想法 就是什么呢 之前说过 他有马云门土 有北大学霸的照片 这个标签 那么下一步的话 他要干嘛 他就要贴一个 巴菲特的老师 或者巴菲特老师 他说要给你巴菲特讲课 他可能就要贴一个巴菲特老师了 对吧 所以他本质上来讲是一个营销 巴菲特呢 肯定也不会去投他 然后呢 他只是巴菲特会履行一个商业的规则 然后给他吃这顿饭 然后至于后面会发生什么 看孙宇纯自己了 那这个400多万个话的值是吧 400多万肯定值了 但是他来说这点钱算什么 是的 你想你在国外是这样 有明码标价的 对 你要钱出的多 你跟特朗普吃个饭都没问题 是 对不对 你政治现金都多了以后 不过你特朗普吃饭 你吃的是麦当劳 你说我这个比特朗普都同意 都说好 点赞 对对对 都可以 别说巴菲特了 但这个东西没有用的 在中国是这样 我们中国这个程序就是 又有领导站台 又这肯定是对的 在国外来说 人家可能 你讲的挺不错 不一定会投你 你讲的挺有理念 挺先进 不代表这个东西就是能买的 因为在海外来说 老百姓素质比较高 大家都有辨别能力 就是说给你吃顿饭 不代表认同你 什么东西给你吃顿饭 就变成你这个 那好了 那你 那这个东西就好 对吧 人家吃饭多了 对吧 人家能拍出去这个价 就说明他是愿意跟很多新年才俊来交流 甚至钱还不是问题 那我们就讲回这个柳亮这个事情 这个博焰球 多一些人来看他的这个 还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就是这个 营销就是为了这个 那么柳亮 是不是成功的路上的必经之路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 次代流量的是什么人 是明星 我们看一个电影 那么流量 那个明星次代流量 我们因为他是他粉丝 所以我们去了 所以他本质上是什么 他本质上是这个 靠他自己的知名度 来带领这样一个 他的客户进来 但问题 他的客户体验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思考了 就好比说 我们如果看一个流量明星的话 他演的片很烂 那么以后就再也不看了 那同样的道理 他们刚开始 这帮创业者的话 靠自己流量 把他引过来以后 你的产品怎么样 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产品 那么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就好像有一次 有人问马加加 你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他说我的核心竞争力是我 这怎么可以呢 一个创业者 你的核心竞争力 是你的产品 是你的服务 不是你个人 所以当他所有的创业者来讲 像孙宇晨也好 马加也好 他们不断地在透支自己的流量 不断地去转战各个领域 不断地砸自己招牌 慢慢的话 基本上最后都是关门卸菜 说白了就是 他这个结局的话 其实就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徒有表面 没有内核 现在是有一个风气 不管是各行各业 上市企业家 下面到老百姓 都喜欢挣快钱 是的 对 互联网阶段也是 互联网它也没有那么多理想 没有那么多想法 你这个成为教 马云只有一个 你其他下面的人 就想了 我就挣快钱 赶紧挣一波 赶紧套现走人 大家都这么想 毕竟我不是 那流量 流量就是一个衡量标准 流量就是 可潜在的付费的 就是一帮潜在付费的人员 那我就有客户 那我有客户 我就赚到钱 具体怎么赚 我先赚了再说 具体可持续 我想不了那么多 什么未来 我根本不想 我就是把这个钱挣了 再说 所以现在人的这种 就是整个商圈 特别互联网 这个行业 就是一个挣快钱 而且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大家根本不谈 所有谈的那些东西 都是为了挣快钱 打掩护 打埋伏 我讲什么理想 很高档 你们赶紧付费 付完再说 具体能达到再说 其实都是套路 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的话就根本不是一个 可再生的一个生意的行为 这个套路的话 挣快钱套路 基本上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什么 我要利用好迎合大众心理 然后精准定向营销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推什么 然后就好比说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 是的 就是这样 第二点就是什么 他利用社会焦虑 来刺激公共生金 然后引爆热点 只要像比如说迷蒙的套路 然后只要引爆热点以后 大家都关注他 关注他以后就带来流量 流量的话就会转化成生意 他就可以收钱了 然后就这两种套路 其实我们看它本质上来讲 就是什么 他们基本上都是善于 包装这个表面 实际上缺乏精神内核 然后归根节点的话 其实就是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 腹中空 但有一点 但有一点就是什么 恰恰这些人 反而在中国大行其道 你看见没有 为什么 就是韭菜太多 这老百姓的素质比较低 所以这根本辨别不了 你就是一般人 啥都没有 都瞎忽悠 人家就是 就是很多人听 就是那你去 你看现在这个诈骗 这电信诈骗各种诈骗 就全世界都知道 这是假的 公司得奖 你就有 你十四岁人 就有一帮人就信 那也没辙 那就是技术多 对吧 不一定都傻 傻子那技术多吧 总的有一些 对吧 韭菜一万割不完嘛 对对对 国内创投圈 乌烟瘴气 创业者良又不齐 可以说 孙宇晨是目前 创投圈的一个缩影 那么什么 才是好的创投圈呢 国内真正在奋斗 努力创业的人才 究竟都具备了什么特质 请继续收看 其实年轻的创业者 我觉得主要是 看他从事的 一个是刚才讲到 就是他作为代表 首先比如说 从事的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否代表 未来的这个科技发展 或者文化发展的 行业体系 对吧 那么我不要崇尚于 这个柔语科技 就是他这个柔语科技 现在就很追捧 市值多少多少 为什么 首先你不管人家怎么样 人家这个市值也罢 很多人想风险 已经找他也罢 但是这就是 首先他这个 柔语科技的这个电子屏 它能实现 这个并性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手机 我们可能就是 可以折叠屏出来了 但你能不能卷一个小卷 对 变成一个拉出来 这个如果到深圳地上 可以看到展示 深圳地上有一个 叫科技术 对对对 就未来呢 他通过这种科技 做到零点几毫米 零点一也零点二毫米 能够实现整个 这个叫信息化的一个改变 对 我觉得这个 首先你在技术上 你的行业上 你要占领先 就像我们胡老师说的 就是你要踏踏实实的摩建 你首先在行业上 你要代表先进性 对吧 对 你行业上 如果不代表先进性的话 你比如说顺义成 这个其实他在互联网中 这个区块链代不代表先进性 代表 其实代表先进性 不代表 不说 但是他做的这个行业 就是你区块链代表先进性 你是不是区块链里面的 先进性那一块 这是值得推敲的 对吧 OK 这是很重要 因为区块链是整个一个大的 一个 一个那个 跟互联网有关的一个 数字化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对中国是很帮助的 但比特币是其中一块 组成部分 对 对 这个代表 不代表整个区块链 那么包括我们讲到科技的发展 中国现在就缺的什么 你看 扎扎实实要进行科技转移升级 我们缺的是这个 你要科技上 你比如华为 我们为什么能撒出我们的5G呢 为什么能在全国能拿50多个合同 现在美国能来这个 华为上能够来限制你 你不强 为什么限制你 我们讲我们中国是制造业利国 我们这个 我们不希望建筑业利国 房地产利国 我们不希望制造业利国 高科技利国 最终还要金融利国 就是现代服务业利国 那么这几个行业内出来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代表年轻人的 先进性的发展 第二其实就看你的口碑和你的这个 你的品德 你的口碑 你的这个价值观体系 包括你的这个高度 能不能达到一个高度 对吧 才能有引领的作用 对吧 你除了这个科技以外 你还有引领这个行业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我看你说这个 这个根本没有说炒作啊 营销啊 这些词啊 根本没用上啊 因为就是真正的贡献 才是有人注意到的 对 投资从本身来讲 就是投人 那么投人怎么来看人 其实投资人重点就是看三点 第一点你要是个聪明的人 对 你足够聪明的话 才可以帮我们去赚钱 对 第二点的话就是 你必须能够把握趋势 把握整个行列未来变化 嗯 比如我们现在来讲 这个现在是一个四G时代 我马上进五G时代 那么只有你在做五G的话 你才可能赚钱 对 而我们现在来讲 已经在预言六G了 那就是说这个 他必须得代表这样一个趋势 对 第三点是什么 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强烈的一个使命感 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很多来讲 现在自我营销都为了自己 他并没有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社会责任 我比较欣赏这个DT的成为 成为的话 我们看DT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让出行更美好 对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国外的 国外的比较欣赏的 比如说这个谷歌的 布林和佩奇 他们什么 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是要整合全球信息 使人人皆可访问 并从中受益 对 我们再听一个就是Facebook 然后加加伯格的 我们的他的使命是什么 赋予人创建社群的能力 让世界融合在一起 这个是出发点的 很多人说这些后来 就是变太大了以后就变坏了 是吧 对 Google Facebook这些 当你有了一个使命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有一个灯塔 有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不得不去问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现在的 像孙宇诚这一类的 那么你的使命是什么 谁能去回答孙宇诚的使命是什么 人家挣快钱 所以这个东西他并没有 他仅仅是为了自己 而并没有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OK 好啊 这个对比就是很鲜明的 是的 我想提出的就是 这个一家手机恢复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比不上你们刚刚说的这些 那么大的高尚原主的那种感觉了 但是它也就是要综合一个性价比 和一个高级的体验 综合到一起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手机使用的一个体验 然后我就是非常欣赏这些产品 然后我觉得就是坚持同一个理念 几年下来都是一代比一代好 这些产品的 我觉得还是值得 值得称赞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像 孙宇诚这么一个人 还有一些就非常值得投资 非常支持 有成长的这个价值的 都能获得到这个现金 对这个资金 都有人支持 都有人投资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明 这个环境有一定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才 不能说环境有问题 就说这个金融界 但你觉得现在已经好 金融界我们讲到的是一个 刚才讲到投资是一个 讲到的比如说我们代表 我们理想中的投资 这种 但其实每个行业的投资不一样 金融资本市场不这么想 金融市场一条都不想 金融市场只关心 我不管经济好不好 经济不好的时候还能挣钱 我只关心我的这个账面的数字 这个零能不能多一个 能不能明天多一点点 是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所有的东西在 金融市场 资本是逐利的 那我们能打 首先他就逐利 他可以为逐利不择手段 所以说只要我能赚到钱 短期内赚 特别是金融市场赚到钱 我不管 我没有这个 特别 我没有这些什么所谓的 这些这个道德感等等 但是他有规则感 金融市场有规则感的 是的 因为规则感很重要 因为这个 它有一系列的游戏规则 那道德感呢 这个东西 就是看你打扎边球了 你道德感 就牵扯在你的客户认不认同 你觉得无所谓 是的 那就没有道德感 你觉得有些客户 比如欧洲 美国的这些客户 欧洲客户 他们觉得你这个道德 或者你这个 你这个价值观体系有问题 你是一个种族主义 或者什么主义 那我就干脆就不投你 就赚钱我也不投 你也是这样 那么可能中国的这些方人就是 我管什么 只要我有钱 我啥都不管 那这个有道德 无道德同行 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投资环境 没有 这个资本市场 它就是逐利的 它就是只要赚到钱 其他我不管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样 它跟我们现在想 未来发展的 树立的这种东西 是有区别的 但这里面还包括 被骗的投资者 对啊 你要看这个可持续性 你比如说这个 如果这样的 按照这个无道德的模式 这样去掠夺的话 就是你不断地去掠夺别人财富 说白了 别人跟你去合作 没有获得商业利益 那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路会越走越窄 然后将来就大家都不再跟你玩了 也就是你可以赚意识 但你绝对不会赚意识 那么什么样的可以赚意识呢 像李嘉诚这样的 他每次跟别人去赚钱的话 他宁愿自己小分一点 也要让别人去获益 说白了 大家都跟着李嘉诚做生意 我可以赚钱呀 那我干嘛不跟你做 我这个 那李嘉诚好像是 每一笔生意成长一点 但你要看他做成多少笔 所以最后赚钱 还是李嘉诚 是是是 我感觉我这 上了一门投资课了 虽然没有太多资金课 但是呢 至少有一点知识了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这里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想 经历无数风雨 但从未退缩 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 屹立在世界东方